各別版化方面跟大家跟進體育相關的股份 冬奧如火如吐 我們講了幾天都是體育用品股 昨天有一隻很標青的2020安達體育 因為今次冬奧是有份贊助的 加上主席穿那件羽絨服 市場一番是搶購 那件衣服已經搶高了幾萬元 安達有超過一半的收入都是來自Filler 體育相關的股份由何至這兩隻 何至是體育用品股 其實體育的器械股都是另一個焦點 不過香港比較少 香港比較少 其實2020安達是收購阿瑪斯坡 在芬蘭阿瑪斯坡的時候 其實本身是被收購一方 是擁有一些體育用品 一些器材 器械的資源 但似乎它都好像不是很抽得到財 然後就想賣出來轉頭 不是容易做的 因為做這些設備的成本 還有一些固定成本 是很重的 還有這一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這些器械股都跟隨過疫情 因為疫情成也敗 成同敗其實都是關乎疫情相關 疫情給了紅利很多股份 例如一些摘經濟的相關股份 例如Zoom 或者Lululemon 這一批 但其實他們的股價都由高位回了不少 一來之前炒得過高 二來就是他們的業績 真的不夠他們的股價增長得快 所以拉回頭就有一個殺股值的情況 今天跟大家了解一隻摘經濟股 亦是一間很出名的健身器材和服務供應商 近來為什麼他的消息多呢 一來因為他的裁員 真是甚圈層上 還有有一套美劇 Sax on the City 裏面有一幕 有一位仁兄踩著他們的單車 跟著踩完之後 跑去洗澡 洗澡後有心傷傷力強 這簡直是negative的publicity 成為了大家去查看 究竟那部單車是來自哪裏的呢 這間公司是美國上市的 代號是PTON Peloton 有中文譯名叫Piloton 最近他們宣佈要換老闆 換了CEO 另外宣佈要裁員2,800人 希望這些動作可以重振他們的業績 還有拿回投資者對他們的信心 是的 他本身是聯合創辦人的首席執行長官 John Foley下台 現在新的首席執行長官的CEO 就是Barry McCarthy 他之前在Spotify和Netflix都做過 市場對他有些期望 至少這間公司宣佈重組裁員 究竟會否因為之前的股價跌得太厲害 令到有部份維權投資者 真的很興奮合 股價由去年的年頭1月 最高位171美元 這個月低位見過23元 即是足足由高位一年之間 對八成 換了CEO之後已經好很多 各大行都看好 摩根大通對這間公司Peloton 有一個增持評級目標價是50元 他們認為換了一個新的CEO之後 應該會好一點 近期最多的消息就是來自 他好像現在要招親 是的招親 應該有很多好人家都敲門 現在大家在憧憬會否被收購 看看他們的股價 他們的公司市值在去年年初一度 曾去到520億美元那麼高 不過由高位之後 就持續下跌 股價去到今年年初 是跌了八成 八十億美元左右 還有究竟疫情的紅利 是不是在這些股份身上已經用盡呢 還有究竟傳說中的那幾主 好人家那幾位傅馬爺 潛載的傅馬爺 都是個個個個個個個升 一個是亞馬遜 但市場覺得亞馬遜 其實他們的目標的客戶 相對是比較低端 和Peloton 你進去會都說起碼是幾千五元美金 大家的客戶的階層 不是很能對標 但是不是這樣 亞馬遜有一款健身手環 可以檢測著每一個人的活動 和睡眠的模式 去年年底也都推出了第二款手環 叫做Hallowheel 也都每個月有一個健身的訂閱服務 包括健身的計劃 食譜和額外的檢測 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亞馬遜這些手環 或者這些APP 應該可以和Peloton 有些協助 但價格落差太大了 因為Hallowheel 其實每個月是3.99美金 就已經可以有個健康訂閱服務 相對地 Peloton的入門版 都已經是1,495美金 那部機器 那究竟亞馬遜現在的客戶 會不會和Peloton的客戶協助 都成問題 因為大家對錢的觀念不同 是啊 所以大家覺得如果收夠了Peloton的話 亞馬遜有機會分散亞馬遜的注意力 但未必有協同效應 傳說中有另外一個主角 Nike Nike會不會是駆馬呢 Nike這一兩年很強調數字戰略 他們比較喜歡一些輕資產 那糟了 這隻Peloton是重資產的 因為它是做設備的 機器製造 涉及一些很複雜的機器製造和供應問題 有機會會不會令Nike買了它 會增加它們的成本 也可能有機會影響到供應的問題 不是它的路線 看來接下來還有一個好的歸宿 這個應該比較像蘋果 AAPL 蘋果 戰略上蘋果本身是有Fitness的訂閱 還有Apple Watch戰略 還有它銷售的產品 都是和Peloton的產品是相匹配的 加碼 即是有機會可以有些協同效應 但是也有些問題 Peloton它的大型昂貴硬件和蘋果的傳統產品 那個周轉策略好像也不太合適 是這一部分也不合適 但是Peloton它最矜貴的地方 看看蘋果是否珍惜 因為它擁有自己訂戶 很多是個人健康的數據 究竟三位富馬爺誰會跑出 還要不要留下一個美國政府 除了富馬爺三位選一個之外 還要留意美國政府的議員 那些才是真真正正的爸爸媽媽 因為近期NVIDIA收購ARM 都已經反映到各地監管機構 尤其是美國政府的關鍵就是反弄斷 還有重要一點是股權結構方面 剛剛被人踢到台的聯合訟詞人John Foley 他也是股東 美國聯邦委員會 剛剛因為達有一項的收購 也提出訴訟 他們對於一些大型企業的收購交易 過去都表現得非常敏感和謹慎 股價的起起落落之間 Peloton究竟是否已經將疫情的紅利用盡 那就是拭目以待